武漢肺炎肆虐 武漢肺炎肆虐 其實這個部分我想說一下 很多人都坐在家很久 可能增了肥 包括我在內 可以做些甚麼 第一就是首先 腰和頸大家要注意 因為你坐得多 你拿著你的iPhone也好 你的智能手機 就在床上 每天在那裏播劇 播Netflix 播YouTube 你的頸子不痛得多難 我想說一些健康的事情 因為自己都很關注健康 如果你是背一個斜背袋去街 我就背了斜背袋很多年 最近看了物理治療師 也看了脊衣 也看了醫生 如果你是一個斜背 可能你會有些肌肉 即你的肌肉會不舒服 可能會有些痛症 最簡單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經常要什麼 你用一個背袋 是有兩邊 這個不是一個背袋 另外我想更加重要的事情 就是由於有些人說 生意淡薄 不如賭博 千萬我想跟大家說 生意淡薄 或者有些人可能工作 你是做contract的工作量少了 或者是那份工作沒有了 那你可以做些什麼 我覺得 第一件事就是 你很現實地說一句 你將自己的網絡 你用你的iPhone 即是用你的Google Excel 做一個個人的資產負債表 就是你看看你頂不頂得住 如果你12個月裏面 都不做事 沒有收入 你會怎樣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說 是你根本 survive 都 survive不到 反而你可以想想 你將你的expand減到最低 第三件事 當然就是 上天讓我們在不同的地方居住 天時地利 人和之下 你現在居住在香港 這個公仔叫Pepe 本來就是一個美國的漫畫家 講一些政治漫畫 來到香港就代表了抗爭 我也想講一件事 就是那一團火大家不要消失 因為說現在 接下來的事情 都很險峻 包括五月的時候 不要剃笑它 包括壹傳媒的黎智英 李卓人和楊森 就是告他們 在說這個非法集結 黎智英還多一個charge 我就覺得香港現在的政治檢控 就越來越離譜 好 亦都一些悼念活動 兩位的年輕的抗爭者 只要你有一些悼念的活動 你全部的防暴警都出來了 我昨天去尖沙咀吃飯 你會看到他們走避是六七個人 六七個人去走避 你想一下 我們的政府已經是真的沒用了 控制不到警隊 警隊的reporting line 其實就是北京 北京來說 你說中庸這些 拿很高薪金 高薪金是批評了 加薪批評了 你又拿多 講的是 兩百多億 現在講的是 是一個很離譜的 一個資源的分配 去了香港警隊那裏 其實跟黑社會沒有什麼分別的 我們講的六七十年代的黑社會 就騙你或者是打壓那些街邊的小販 幾毫子斗零 拿著帽子去拿 那現在 跟著就跟那些黑幫合作 嫖到飲出有他們的粉 黃島毒有他們的粉 香港警察講的是 很多現在 unfortunately 是慣性賺高薪金 督察五萬元 現在變成十幾萬 為甚麼我要停 這些大家都知道 他是有心去抓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可能是真的沒有做過那些甚麼 叫heal 我說一句我叫真普選的話 你現在煽動他人暴動 跟著就可能 這個看中錄那些全部都是顛覆國家的 在一個不正常的情形之下 講的 就有一個不正常的社會 這個不正常的社會之下 就攬炒就會有的 其實 第一就是林鄭攬炒 第二就是警隊攬炒 那我相信 普通香港人都是 和理非的佔大部分 那我們就要繼續去 和全世界發聲 那就要 不是叫勾結外國勢力 因為資訊應該是透明的 資訊應該是global 就不是聽北京啊 那些 那個叫甚麼 楊春瑩 我都不知道叫甚麼 總之見到華春瑩 就是見到都不是 我立即可以減肥的 那是為甚麼呢 立即不用吃飯 有時候某些人說些話 舉個例子 譬如說 這個夏寶龍 這個駱惠寧 這些已經是退休的人 就是無關重要的人 做些打壓的事情 你就很小心了 那你說 到最後怎樣呢 香港會不會死人呢 就是香港會不會出來 和香港警察死過呢 老實說 如果他們是 他經常說 這幫曱甴 那他們如果是 暴徒是他們 黑警是他們 那你去打那些曱甴 那些曱甴這麼有生命力 全香港包括 最大的那隻曱甴叫李嘉誠 是不是 李嘉誠先生 不是很多人喜歡之前 因為他在說地產霸權 但是呢 在這次這個武漢疫情來說 他真的出了很多力 那 我相信香港人是 很精明的 那看一下 就是說 每件事 大家要好好地分析 去看一下 去到2047之前 這27年半 OK 都不夠 我們怎樣去 排下去 總之就是說 香港一定要堅持下去 才有希望 還有 不要因為 由於你說 那個 COVID-19好 或者叫武漢肺炎好 大家忘記了 上年 九個月的抗爭 由逃犯條例修訂 到現在 說的是一個 continuation 來的 那武漢肺炎的 所謂 怎樣 做得出來 那個呢 下次討論 但是 香港人 始終要 沉著面對 是一個挺艱難的時刻 為什麽帶個 趴皮 來呢 因為 趴皮是 在很多 抗爭者之中 是一個 堅持 那 不是很漂亮 就是那個樣子 臭臭的 但是 沒有人是需要 一個 代言人 KOL是很漂亮 因為 每個人都是可能 一個很卑微的 一個 在一個大的 一個 社會裏面 做回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 每個人是一個 很小的 趴皮 趴皮都是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堅持 一個抗爭 一個信念 和 一個心靈排毒的 青蛙 何君堯 律師 就說了一些 說 很多人聯署 希望23條 立法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一個 情緒 很高漲 的人 我最記得的 就是 比如說 要搞定 戴耀廷 類似的 那些 言論 是 幾嚇死人的 讀了 書都不少 有法律 法律 我 反而 做金融的人 會這樣看 我們會聽 鄧小平說 一國兩制 馬照跑舞 照跳 罵共產黨 都可以 因為是 罵不到的 我聽 那個 version 為什麼我會 20年前 差不多 回來 2000年 6月30日 回來 亞洲大部分時間 去香港 因為我相信 香港的價值 其實 跟內地不同 你說 23條 立法 我自己 就說 最好 退到去 2047 繼續 談都可以 我們說 會有雙普選 現在有沒有發生過 現在 香港都去了 幾年 回歸了 很久了 差不多一半 去到 2022年 6月30日 就是一半 有沒有發生 真普選 有沒有給我們 我們為什麼要 這麼急 去立 23條 我就覺得 現在 已經 香港 是 一個 警方 不需要搞這麼多 他 有他 說 我相信 如果你說 要去 入23條 又 一百萬人 會出來 或者二百萬人 或者更加多 反送中 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接下來 是 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你會看到一些建制 那些 說話好像有道理 反而那些泛民的議員 我都 覺得他們應該要做多些功夫 還有做些功課 最重要 就是 跟一些建制去辯論的時候 有些是不懂得去 職場的反應 是沒有那麼好 因為他已經覺得 吃了區議會 贏到盡 差不多 十七個區 out of 十八區 get you comfortable 有時候這個 不是好的 我相信 我相信 選民 每一票 其實是投給 不論區議會 或者立法會 都好 得來不易 那麽就不要 在 覺得 這些 所謂 COVID-19 個個都掛著去 去捍衛自己的身體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其實 中聯辦好 港澳辦好 做很多事 那麽你真是要 頂得住才行 現在的 當中聯辦好 很適合 都不適合 有些人 都不適合 不適合 在家